今次英富士終於衝出英國 去了快閃法國之旅 一年多集我們都會介紹我們在旅程中吃過的東西 如果想第一手收到最快的資訊 記得訂閱和給我們一個讚好 巴黎迪士尼裡面有兩個園區 大園是迪士尼樂園 另一邊比較小的 比較多Avengers的人物 那邊就是華納的Studio 這間餐廳是位於巴黎迪士尼樂園的大園區 正門一出去就是面對著城堡的位置 它有不同時段 如果你是住在迪士尼酒店會有優惠 記住要提早預約 如果是character dining 才會有迪士尼人物跟你一起進餐 看看這個蒲菲自助餐也不便宜 看看有什麼食物 法國以歐羅計算 如果是圍起 都是正價英磅的五十多六十磅 小朋友便宜一點 它有湯的 湯也挺好喝的 冷盤不太多 有些龍蝦和鹿 少許失望沒有大蝦 但它的龍蝦也挺鮮甜 都是一般的沙律、火腿、芝士 說真的 頭盤不算太吸引 如果吃早餐價錢便宜很多 也覺得還可以 說回這裡的甜品 你發覺不可能不吃甜品 最出名的馬克龍 這裡的這間鋪飛的甜品 一樣不會令你失望 最好吃的就是中間的那塊 一吃下去那口真的充滿驚喜 除了Raspberry Mousse夠滑 還有濃香濃的朱古力 主菜有牛、青口、大雞腿和三文魚 其他都是蔬菜配菜 甜品除了剛才那碟 還有其他的選擇 也覺得很滿足 拿完之後 我們賣威食 這裡的炸薯餅 也是Micky的造型 適合小朋友 每個人都可以點一杯飲品 我們點了可樂 這個大雞腿比較乾身 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吃 這個龍蝦仔、大蝦仔 還不錯 挺鮮甜 也有一些Pasta 吃吃吃吃 已經聽到別人拍手 什麼事呢? 原來Puto在這裡表演 發覺迪士尼張飛這麼貴 如果真的想跟這些卡通人物拍照 在園裡 分分鐘要排整個小時 這個舖飛雖然80歐 但可以一次過看到六個 這個角色還可以近距離接觸拍照 分分鐘節省了半天的拍照排隊時間 因為Mr.Mickey那裡要整個半小時才可以見到Micky 所以80歐都算不錯 又有東西吃 如果幸運的話 Micky還會坐在你椅子裡 跟你一起吃東西 他們的卡通人物都挺搞笑的 我們預約了9點3的時間 吃到差不多11點 出來剛剛好看煙花了 如果不介意真的要排頭位 那就站在餐廳外面的小花園 可能會有些樹蓋著 小朋友就騎薄馬 一樣都可以欣賞到這麼漂亮的煙花 還有這個位置離開是比較容易的 比較近入口的 好了 都不妨礙大家欣賞的煙花了 接下來會有更多 我們在法國之內吃過的食瓶影片 如果真的想收到第一手的資訊 記得要支持我們 Subscribe 給個Like我們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繼續製片的動力 多謝支持 而因為食料 Bye Bye 我了解